程度其實還蠻整齊的 剛好100%都是進階的 也沒高階的也沒有入門的 所以其實這樣上起來比較好 所以那我就 以程度上來看 我就把你們當成 反正你們就上個階段剛上完課 就直接銜接了 所以我想很多東西都一樣 那你們就有些地方 反正就跟之前的上課模式是一樣 只是說這個上課的範例 是比較進階的題目 那再來的話 他們同學比較想要學哪一部分 可能是關於批示查詢 跟雲端網路下載資料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是VBA與大數據的處理 大數據處理其實 當然就是我們前面所學的 所有的綜合的應用 那最多 不過批示查詢 跟雲端下載 這部分難度又更高了 因為之前我們大概都是單一個工作表 頂多是兩個 三個 那如果說你是批示查詢的話 那可能就是會跨大量的工作表 或者是說可能你這資料也許在資料庫裡面 或甚至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使用 那後面有關那個網路下載資料部分的話 哇 那就更困難了 就是你下載下來的東西要放Excel裡面 那可能比較困難的點是 你下載那個網頁是屬於靜態的呢 還是屬於動態的 這個可能還有差別 因為你靜態的很好抓嘛 反正就是固定 那在Excel裡面有一個固定的用法 就是query table 它可以針對表格自動幫你 因為Excel裡面本身的架構是表格 所以你抓下來資料放在Excel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可能比較困難的 應該是屬於動態的資料 也就是那個資料 它的格式比較特殊 或者是說 它這個你必須 按個按鈕或者下拉清單的時候 它才會變動你要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呢 你當然就必須要做一點程式 寫一點程式 才有辦法去變動它 變動完之後呢 再把變動的結果給抓下來 那這個難度 基本上就比較高 裡面你可能除了要有VBA的素養之外 你可能還需要有HTML 網頁的這方面的概念 網頁原始碼裡面的標籤 有沒有 比如說呢 那個 常會用到像什麼一個表格 一個表格是table開頭 table結束 然後一列是TR TR結束 除生格是TD TD結束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怎麼樣 去下載比較屬於動態的那些網頁的話 可能第一個你可能要了解 HTML一些基本的架構 裡面的標籤 那常常用的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用 比如說像那個我們這邊按F12吧 開發模式裡面 F12按下 我用Chrome 裡面的話會跳出什麼 它的原始碼 對不對 或者按右鍵 在這個範圈 在這個範圍裡面 比如說你某個網頁 按右鍵 有個檢視原始碼 你也可以看到裡面原始碼 那這裡面的東西 假設你要抓到 Excel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去分析 這裡面的原始碼 哪些是你要的 哪些是你不要的 那你就抓你要的 把它放在Excel的某一個Sales裡面 就可以了 但是有點難度 第一個可能要了解 像HTML 第二個如果你要抓的話 恐怕還要了解像什麼JavaScript 就是因為在網頁的程式 不是用VBA 而是用JavaScript 所以可能還要學一點JavaScript 那裡面我有一些 對應的範例 因為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有關那個 所以大家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也許我可以 多花一點時間在這部分 但是你要不要心理準備 難度是真的是比較高 所以你 OK 那再來的話 其他這個我想比較有關 資料庫跟查詢系統 這個也是一般性工作上 還有有關活躍部 活躍部其實就是 也是有檔案 檔案跟檔案的分割跟合併 比如說你有很多個工作表 假如說一整個公司的所有部門 每個部門就是一個工作表 那你不可能全部給某一個 不相干的那個部門的人 這樣會有個資 或者有資料外洩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怎麼樣 你需要把它分割出去 你需要把它分割出去 一個工作表變一個工作部 一個以色的檔案 然後再直接沒有給他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也是我們後面會講到的 那他如果說全部又回來了 你要給總經理 或是董事長 他應該可以看到全部吧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樣 分割出去了 你勢必還需要怎麼樣 合併回來對不對 所以怎麼分怎麼合 這個也是我們後面會提到的 好那這邊的話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學需求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其實選最多的 就當然 我是把這題目再改一下 想藉由這 剛剛提高工作效率是一個 一個終極目標 好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來看 就是我們第二個就是 那等一下請各位 先把那個雲端上面連進來之後的話 裡面有個範例檔 那請各位 把它稍微做一個解壓說 再來有關講義啦 還有雲端擺板 那今天的話 我們直接就看過那個問題 問題01的部分 這個重點是擺在就是 可能表單 跳出來 前面好像沒有帶一些表單的練習 但是 跳出來之後呢 我要怎麼樣把一舊當資料庫 填一些資料之後的話 他可以自動幫我輸入 反正呢 我輸入什麼 他就自動幫我輸入到 ECL裡面 類似像這樣的用途 那這個跟表單比較有關聯性 所以待會請各位 大概開啟這個範例 那我們的需求 可能先做一個簡單的複習吧 也許這邊有個公式 這個公式就是說 如果我要算出 這一個人的標準體重 應該是多少的話 那我希望 我的需求是 標準體重的公式是 身高的平方 身高的平方 所以平方嘛 幾四方 兩四方 乘上22再除以一萬 我希望把這個結果放在這邊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呢 判斷性別 如果男生的話 他的標準體重比較寬 他必須乘上1.1 就是多一層就對了 如果女生的話呢 是乘上 1.05 是他的標準體重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分成 三個部分 等於有點複習啦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是 請各位用那個 Excel裡面的這個函數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用VBA完成 那VBA裡面 當然我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在旁邊加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標準體重算出來 好 或者是 插入一個函數的時候 當然現在是沒有啦 會需要有一個使用者制定 那你只要給他兩個東西 一個是身高 一個是性別 我可以算出什麼 他的標準體重是多少 OK 這樣會比較簡單 你就不用去想公式怎麼下了 反正 已經有一個公式做出來 這個 這個部分是我們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先做出 內建函數的用法 第二階段是VBA的兩種形式 按鈕跟制定函數 這個前一個階段都有 那再來就思考什麼呢 如果你這個是一個會員系統 那你希望怎麼樣 最好是 將來輸入資料的時候 可以讓使用者比較方便去輸入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像現在一般的企業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可能跨很多區域 可能台中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公司高雄公司 那他們都同時輸入一樣的 一樣的資料 可是最後最後整合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 整合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亂輸入了 看到以為要輸入什麼 可是輸入的東西就是會不一樣很奇怪 所以變成怎麼樣 要合併的那個人他就頭痛了 為什麼 大家都不統一 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用表單 表單去做一個設 當輸入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讓他清楚的知道 一個蘿蔔一個坑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輸入的時候你先判斷 你輸入的時候 到底輸入的格式 或者資料型態 對還是不對 如果不對 那馬上告訴他 你這個是不對的 這樣子的話 輸入之後呢 他就不會產生錯誤 不會產生錯誤呢 自然你之後呢 在整理資料 或者在統一統合資料的人呢 就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氣 去糾正那些錯誤啦 OK 那時間大家就省下來了 這個實際案例 很多啦 之前我好像跟各位講 有一個像公賣局的 之前來這邊上課同學 他就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有500多家的經銷商 那以前也是給他一次有 給他們一次有檔 回來的檔案 每個格式都不一樣 他後來就是做了一個 標準的表單 請他們用這個表單去輸入之後 他發現他省掉很多時間 為什麼要回來資料 全部 大家都統一了 統一之後呢 他就只要怎樣 就是 他給我 給原來 就是他們輸入的資料 他就可以很快的 怎麼樣呢 再利用那個合併 合併工作部的那個方法 全部合併起來 大大的減少他的這個時間 不然他以前光處理這些事情 加班好幾天都加不完 那現在呢 不需要了 直接呢 哎 資料就好了 他覺得哇 太方便了 OK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部分 兩個階段 待會兒足以來看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問題 01這個範例呢 先打開來 應該知道我的邏輯吧 OK 畫面先還給一下 各位一下 大家好 谢谢大家